今天最後一場講座的講師 那他本身也是動物平權促進會的研究員 那我們的陳誠義講師 他也是今天早上的記者會的主持人 那因為今天是世界動物日 我們都在講到動物權的部分 所以在等一下的講座裡面 他會特別針對都市裡面的動物 可能很多人看到都市裡的流浪狗啊 流浪貓啊 可能老一輩或者是有些人會用 比較不是這麼友善的態度來看待 甚至是對待他們 那接下來我們就歡迎陳誠義講師 來跟我們分享說 他眼中的動保的新視野 還有一個更加友善的 友善動物友善vegan的城市 長的是什麼樣子 讓我們拿起我們的最後熱烈的掌聲 我們一起來歡迎陳誠 謝謝余華 自己動民會幫這個動物新生vegan發生 然後最後結尾還是要講一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現場各位比較會沒興趣的動物 甚至是流浪動物砸自己的場子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一個動保的一個真正健全的視野 照理說應該是很全面的 就好像我們常常會覺得關心流浪動物的人不關心經濟動物 不關心食鹽動物一樣 反過來的我也看到很多只關心經濟動物 或者是非常在意vegan的人 他可能對流浪動物現在當前還是一些很不佳的一些處境 他可能也是有一點疏忽的這樣子 好 那都市中的燕霧動物與動保新視野 那這個封面 欸 講一下封面好了 封面是我們的 我們動品會最強的一個攝影大哥 伊凡大哥拍的一個鴿子 那因為我覺得鴿子算是 所有一個燕霧物種裡面 在都市裡面蠻有代表性的一種物種 那等一下我也會講一些關於 我跟鴿子的一些經驗 那所以今天就直接因為就用小編的這個圖當作封面這樣子 這是在台中公園拍的 是嗎 伊凡大哥 對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對 我其實也是從 我就是個毛寶 對 我從高中就是毛寶出生 就是在救流浪動物的 那後來上大學之後 就是蠻幸運的一個機會去參加懷生社 那那時候在永寧基金會 大家都知道永寧基金會是 哪位先生創辦的 郭台銘先生 他創了一個永寧基金會 那其中他有很大的一個經費 都是在補助流浪動物的這部分 那在早期 其實你知道在我剛開始做動保 在做流浪動物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 台灣那時候還是靈菩薩嗎 不是喔 那時候我們真的就是 在做流浪動物的人 就是每天真的在跟收容所在數日子 因為動物很快就會被安樂 那美其民安樂其實就是撲殺 其實死了都一點都不安也不樂 那也剛好 那也在那個年代 其實公部門對公費的絕育的部分 其實是補助 是沒有這一塊的 所以也很幸運 那時候早期有郭台銘先生 這樣的一個慷慨 讓我們可以去做這個流浪動物的絕育 還有很多很多的醫助這樣子 那後來就跟隨 大概從我在淮山寺的時候 那時候就認識了林一山 就被推坑了這樣子 那到現在都一直跟在他的身邊這樣子 那包括我等一下後面主要會講的是 就是我在這近三年就是 開始承接台北市政府 承接這個街貓計畫主持人的角色 就是說從一個從在念書的時候 就只默默幫台北市政府 抓貓結紮 抓貓結紮 抓到有一天 好像可以參與一點 關於政策方面的一個 不要說制定 我可以給很多 我想 我可以把我想做的很多事情 付諸實現這樣子 對 也是一個很感恩的一個機會 那一開始我還是要講都市中的煙霧動物 那這個概念應該現場很多人都不陌生 就是人類式的概念 那但是它真的還很重要 所以我還是想要再講一遍什麼叫人類式 那人類式那時候是一個科學家 叫保羅克魯成 他提出的 他覺得說 我們人類一直以來 我們定義的一些地質年代 他覺得到今天為止 人類對整個地球 廣泛的全方面的影響 已經足以就以人類當作一個標誌 標誌出一個新的一個地質年代 叫做人類式 那進入這個人類式是很可怕的 因為它意味著第二段 從二十之一中後期開始 全面的影響地球的非生物因子跟生物圈 那例如說你全球暖化 或者是你區域氣候的變異就會增加 那這些大家都知道全球一直暖化 氣候一直異常 那包括地表的侵蝕率 沉積率也會劇烈的變動 那當然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大家可能更關心的 關於動物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的生態系生態圈遭受前所未有的一個 破壞跟波動這樣子 那為什麼要先講這個大背景呢 我覺得這個人類是 它跟動保是很有關係的 因為自然跟非自然一個界線的嚴重的混淆 其實這也就是今天 可能為什麼我們今天坐在這邊 關心動物的一個最根本原因 因為譬如說我們現在關心的 不管是生態問題 都市中的厭惡動物的問題 流浪動物的問題 包括經濟動物的問題 如果今天不是人類是嚴重的走到今天 我們可能都不用坐在這邊 因為如果在很早期很早期 譬如說一千年前 不用說一千年前 三百年前就好 三百年前有集約式的畜牧工廠嗎 還沒有嘛 對不對 那那種集約式的畜牧的那種屠宰場 是什麼時候才開始出現的 其實沒有出現的非常久 所以其實這也跟人類是有關係 就是人類是它影響的已經 包括非常的廣大 所以今天我們所執著的一個動保的議題 基本上每一個都在這樣的概念底下去生成產生的 包括我剛才說經濟動物 展演動物也好 譬如說像這種動物園的那種形式 把各種動物集合在裡面 搜集帝國主義 把人家遺地的動物抓在這邊 顯示我這個帝國的實力很強大 這樣的事情有發生很久嗎 其實這個歷史可能早一點 不過到今天現在這個21世紀的今天 這樣的一個形式真的是已經 就是已經開花結果到讓我們瞠目結實的地步 所以一開始我要先介紹人類是這樣的一個背景 那其實馬上我沒有在講這些理論的東西 我就要跳到一個物種的情境裡面 那又像講那個圖真的是蠻可怕 我自己猶豫要不要放 那後來我覺得還是有必要放 因為就是有必要 但是我自己真的考慮非常非常久 所以如果造成大家有誰覺得不舒服的話 就是我跟你講覺得很不好意思 那我覺得說今天我做流浪動物 我接觸的主管機關 我到最近我才知道說 原來譬如說在台北市 原本我熟悉的是每天不斷有市民打電話去 1999通報流浪動物 要捕捉 要移除 那後來這個也會換了一個主管 那這個主管他本身 他雖然接管流浪動物的一個業務 但是因為他是一個生態背景出身的 他才跟我說 陳毅你知道嗎 就是每天其實也有非常非常多人 在通報野生動物 野生小動物 什麼叫通報野生小動物 就是說市民除了眼中容不下流浪動物之外 有一些野生動物 真的是野生動物 不是外來種 不是什麼奇奇怪怪的東西 就是野生動物 他們覺得干擾到他的生活 他照樣一樣打1999 照樣打消防局 請要嘛消防隊要嘛打動保處 希望有人可以把這些動物帶走 抓走離開我的視線 那如果說他這樣子的訴求沒有得到一個 他想要的回應或他想要的結果 他可能就會怎麼樣 自己動手做做看對不對 那這自己動手做做看 常常就會導致一些不好的示範 甚至是像這個 這個有沒有違法 大家覺得右上角有沒有違法 這隻蛇如果是台灣的本土種 這是違法的 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 如果不管他有沒有主人 那這隻蛇如果是外來種呢 那無論如何 到底他就像沒有違法也好 這樣的一個景象和這樣的示範 放在一個網路的平台上 大家覺得這是我們希望看到的東西嗎 這絕對不是一個正常 對 不要說對小孩子 對成人來說都是 都是一個非常可怕 一個負面的一個教育 跟一個 一個宣傳 所以 但是如果我們常常在留意網路上的資訊 你常會看到類似這樣的東西 包括像這個 這個字比較小 那他意思就是說 在繁殖記的業績真的非常的吵 在台中有業績名叫非常的明顯嗎 因為在地可能蠻多台中的朋友 業績南部比較多 那在台北非常的稀少 可是你可能在文山吉美那一帶 還是可以聽到業績的名叫 那他覺得業績太吵 他在懸賞說業績太吵了 誰給我抓到業績 那懸賞6000塊的獎金 當然他沒有任何寫一些可怕的話 他沒有做可怕的事 可是如果抓到要怎麼處理 對不對 如果不要讓他這樣 那我真的抓到呢 還能怎麼處理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非常錯誤的示範 那跟我一開始講的那樣子的情形 是共通的 就是說在都市裡面 民眾對生態許多物種不熟悉 他覺得被打擾感到厭惡 他就想要想方設法要處理它們 那這樣子的一個的厭惡 可能包括比如說蟲蟻鳥叫啦 蜜蜂 蛇類蝙蝠 鳥在叫 鳥跑來竹槽 蝙蝠跑來竹槽等等等等 好多好多諸如這一類的 而且其實都不是一個 不是什麼大型動物造成的一個干擾 都是這麼小型的小動物 大家就無法忍受 所以牠們就會去通報移除 那在等而下肢的就是粗暴或虐待的 個別行為 那坦白說作為一個動保人 我想看到這樣子的一個 如果你知道有這樣一個現象 或這已經是一個問題了 應該都不會覺得不算數 會覺得耿耿於懷 所以當我知道說像在台北市這樣子的首都區 居民的普遍意識 對於這些能夠在台北市還能夠生存下來 跟大家共同相處的一個野生動物 都還不能容忍的話 我實在不知道說 那其他地方又是怎麼在對待動物的 那像這個物種情境 這個就是在台中公園了 這是今年的新聞而已 台中公園鴿滿為患 駕網捕鳥 然後他的新聞的意思就是說 有一個男子 他因為有一些鴿子 他就已經鑿在這個網子上了 然後他就過去反正不得動彈 然後終於抓到鴿子了 在那邊做一些奇怪的行為 他把翅膀折撞丟到地上這樣子 那當然這看起來很殘忍 可是其實這個新聞 他其實還是有其他的面向 比如說我給他點開 沒辦法打開 因為我沒有聯網網錄 不用了 其實還是有一些民眾他路過 覺得看了不捨 把鴿子給他解下來 放生掉 等等等等 你會看到這樣的一個情境下 一個很多市民 去那邊跟鴿子做互動 除了虐待鴿子的 舊鴿子的 在旁邊不知道怎麼辦的 甚至照樣餵他的鴿子的 就算有鴿子被抓到 抓到就抓到 那我繼續為地上自由的鴿子 也有這種人 蠻有趣的 那這個新聞那時候出來 其實他有一個新聞點 因為有一個人在做一個極端的行為 所以就說好像很殘忍這樣子 那這東西很值得分析 因為鴿子的問題不只是在台灣 不只是在一些台灣的城市 其實在全世界到處都一樣 而且可能在國外只會更誇張這樣子 比如說你知道在紐約的鴿子 已經真的已經不是活在公園和什麼的 因為他們一個巨大的一個地鐵系統 鴿子甚至已經都活在地鐵系統裡面 可以完全不戒天日 在裡面這樣子 也沒有日夜 可是就在那個地鐵系統裡面 這樣子在在繁衍他的下一代 然後在裡面煮草這樣子 很驚人 那在台灣 我們沒有還沒有到這樣的情境 不過因為公園真的鴿子 太多常常民眾反映鴿子 比如說鴿糞的問題或等等等 公部門他還是會動用一些手段 去這樣抓鴿子 那其實像這個鳥王一定只會抓到鴿子嗎 可能是會抓到其他的鳥類 那當然不管抓到什麼鳥類 我們動保人當然會覺得說 都不應該 因為都很可憐 那為什麼他敢這樣抓鴿子 其實這個東西 那我再請問你們 這個男子他把鴿子的翅膀弄斷 這樣丟到地上他有沒有違法 大家覺得 我不想要講這個答案 但是都可以這樣鴿子這樣抓了 所以你覺得他那個動作違法嗎 你懂我的意思 那這個都是政府這樣 就是在這樣教育人民 所以說 但是其實只有這樣的一個做法嗎 我並不覺得 我並不覺得 因為這個是在台中發生的一個案例 那在台北市一樣 台北市動保處有做一個野哥防治的計畫 我也跟他們討論過 其實要解決這野哥的問題 其實真的不容易 但是也不是這麼的完全無解 需要用這樣的方式 你看包括這個 這個也是今年的新聞 這個也不是新聞 這個也是自己做了之後 PO到網路上 像剛才那個蛇蛇那個一樣 不過這照片看起來非常非常的 他就是拿那個針去射他 他看起來非常驚人 可是其實 因為鴿類有那個羽毛很蓬鬆 顯然的他沒有插到 你知道他就穿過羽毛而已 其實他並沒有真的插到他 雖然看起來觸目驚心 但是其實 他是沒事的 也不能說沒事的 那一根如果一直卡在那邊 難保繼續下去 他會不會真的完全沒事 不過就 他其實是沒有真的插到他的要害這樣 就鴿類羽毛這樣穿過去 那無論如何 這都是我們看了 覺得非常心驚 而且覺得不應該發生的一個行為 不管鴿子到底是不是一個危害 那我想要講 哎呦天啊 我竟然沒有設動畫 好吧 這樣大家已經知道答案了 左邊那個是什麼動物的糞便 對啊 因為右邊已經有圖片了 我本來有設定一個A B這樣跳出來 讓你們 我就看真的會不會有人知道的話 應該就是蠻厲害 不然就是念動物的 對 這真的是蝙蝠的糞便 它不是壁虎 也不是老鼠 也不是什麼任何其他東西 那為什麼我要秀這個情境 是因為 這都是發生在我自己的一個 自己的一個生活當中的 所以我覺得 與其要講很多 呃 呃 講很多外面的東西 我去講我自己的經驗就好了 呃 我自己家就是 從大概去年的年 去年的夏天開始 我家的 我的後陽台 就是我晾衣服的地方 就開始地上 就會出現這樣的東西 當然沒有這麼的多 那 我一開始 當然你知道 喜歡動物人 就啊 有什麼東西來了 這樣子 然後 我就開始一直想說 這到底是什麼動物 說實在我怎麼想 我都沒有想到是蝙蝠 那因為我先想 是不是老鼠 不是 因為老鼠的大便不會這麼小 會再大一點 如果大家有經驗的話 應該知道會再大一點 那會不會是壁虎 應該說關鍵點 壁虎的爬蟲類的大便 會有什麼 那是尿酸 對 跟鳥類一樣 它會有一個尿酸 很明顯 就是你說一個白點的那個部分 它也完全沒有白點 所以證明它不會是爬蟲類 也不會是 鳥類 當然不會是鳥類 因為鳥類會是濕的 不會是乾的 對不對 它又是乾的 那還會是什麼動物 我真的怎麼想 我都想不到 就真的 好像其實蝙蝠這樣 答案應該也沒有很難 那我腦筋就打結 意味著說 一定有更多人也都跟我一樣 就是對這樣的物種那麼的不熟悉 那當它跟這個物種 如果不小心一個直球面對面 直球對決的話 它會採取什麼行動 可能就超出 它自己跟每個人的想像了 這是真的 你知道為什麼 我後面大家講到 我就是對蝙蝠 我就開始真的一直很耿耿於懷 是因為我自己身邊很多貓友 狗友這一些 因為畢竟我是做寮浪動物出生的 那有一次我在臉書看到 我的一個貓友的朋友 他一樣在他家 他一樣在他家 就是有一隻蝙蝠闖入了 那你知道他怎麼處理嗎 他這麼的愛他的貓 他就若無其事地把那個蝙蝠弄起來 然後放進馬桶 然後沖掉 對 其實也 我要怎麼說 他的舉動其實不難理解 就是說他今天一個那麼不陌生的 一個陌生的這麼樣的動物 他完全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又黑隆通的 然後又常常蝙蝠 是不是有麗莎病毒 是有什麼 你知道 他真的就覺得這樣做最簡單 因為他連抓也不敢抓 對不對 他可能也不敢抓 那他就想辦法把他弄起來 那弄到哪裡去 他可能都不知道蝙蝠其實放出去 他就飛起來了 雖然他表面縮在地上都不動 所以他就只好把他丟進馬桶 直接沖掉 而且他還弱 他整個就是很自然的報告這一切 好像他沖了一團衛生紙一樣 他自己是個仰貌人 他就這樣若無其事在臉書 分享他把一隻蝙蝠 我家裡跑進一隻蝙蝠 所以我捡起來衝進馬桶了 就沒事了這樣 我看的是很頭痛 所以就讓我 加上我現在自己開始 是不是在養蝙蝠嗎 我自己就開始 因為家裡住著蝙蝠 一窩蝙蝠到現在都還住著 所以我就開始一直很在意蝙蝠 那像這個是在金山的一個 叫做遠足生態農場的地方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去過 就是這個女主人 她自己結合了一個生態農法 讓這些蝙蝠跟她的農作物共准 她種的是地瓜 就是說一來蝙蝠吃的是什麼 吃的是一些昆蟲 就是譬如說她耕農的人 她就覺得那個是害蟲 當然我們不要講害蟲這樣的一個字眼 她就覺得她去幫她吃掉很多 她農作物上對她來說 她不喜歡的蟲子 然後一方面蝙蝠的糞便又是什麼 又是養料這樣子 所以這是在金山那個遠足農場 她示範的一個生態農法 好 我只是要介紹一下她 如果大家有空真的到金山 離中部蠻遠的 可以去 離台北也非常的遠 可以去看一下這樣子 可以去拜訪她一下 買一下她的地瓜 那這就是我家的蝙蝠 我後來 我其實從剛才那個釣那個大便之後 我一直其實 我竟然就這樣 我根本沒有想出到底它是什麼 我就停住不再想了 反正我就不知道什麼就算了 可是我每天都在做一個動作 我每天都會把那個掉下來的大便燒起來 然後刀筋燒起來 刀筋就在動 好像在青貓砂一樣 然後直到有一天 我在廚房炒菜的時候 然後因為它就拎著我的廚房 突然它左邊它就飛進來了 然後你知道那個飛這麼小一隻 那個飛進來 那個翅膀張開 嚇死人了 很大一隻 比鳥都還大 這麼小一個 而且那個飛是這樣 你知道在亂飛這樣 然後 對 如果今天是一隻鳥 你可能都覺得莫名其妙 覺得不知道怎麼處理的 更何況是一隻蝙蝠 你知道像我這麼愛動物的人 我都一直忍住不知道該怎麼處理它 因為它造成我一個很大的焦慮跟恐懼 它就這樣一直盤旋 在我的廚房一直飛這樣子 我都不知道它會不會停 那我要去打它嗎 我不可能去打它 到最後它竟然就停在那個東西上面 然後之後我就想 誒 我就要怎麼 當然它停在上面 我就知道我怎麼處理的 我就拿一個水桶去把它造住 然後它就掉下去這個水桶 然後它就長這樣 這東亞家福 其實就是最常見的蝙蝠 會常常來家裡面 在我們台北或者是 一些比較都會區 會才能夠跑來跟你當鄰居的蝙蝠 因為你要在西有一點的蝙蝠 說實在你也在台北市或在都會區 你也不一定遇得到可能要鄉下 那它真的是蠻可愛的 那蝙蝠你知道它是這樣 它不像鳥類 它就是說如果它今天著肉在地上的時候 因為我們很 我們後來辦的講座 我就真的去邀請那個蝙蝠的專家 雖然美其民是要辦一個系列講座 其實就是滿足我個人的私心 叫它來幫我上課而已 然後它就告訴我說原來蝙蝠 它很難能夠這樣原地這樣起飛 是很不像鳥 鳥是如果在地上 它要飛它就飛起來了 大部分的鳥 但是它很難 所以它只要一掉在地上 它就常常就定在那邊沒什麼折了 它就飛不起來 這是真的 後來又跑出這一隻 這個是今年的事情了 這隻蝙蝠我後來把這個水桶提出去之後 然後因為是晚上 在夜空中我一到 它一掉下 整個就飛出去了這樣子 那這個是今年的 又是我炒菜炒到一半 突然又衝進一個東西 真的是滿恐怖 它真的就是 這麼小的一個你知道 這樣的一個縫 它真的就是有那個 你知道那個陽台 那個窗的那個樓花有沒有 那種鐵的 它真的就這樣衝進來了 然後開始在那邊亂飛 一樣 這次我就比較有經驗的 我就讓它自己先掉到地上 旁邊這是西瓜 然後我就這一次我甚至是拿個那個衛生紙 我就把它拿起來就放出去了 然後這一我蝙蝠家族到現在還住在一樣的地方 蠻有意思的 比如說我前幾天要出門的時候 因為旁邊也是一個垃圾桶 我在清垃圾的時候 我就聽到 他們在那個木板後面 淒淒淑淑淑在那邊動的那個聲音 我聽了就覺得很感動 對 就自己養了一堆奇怪怪的東西在家裡 那另外一個情境是這個 這也是我養的另外的童物在我家 你看鴿子喔 我跟你講鴿子真的是人見人恨 尤其是剛才有一位講者不知道誰有提到 可能是鄭子安老師 就是你住大樓的 你真的是很討厭鴿子 因為鴿子這種東西很喜歡 因為他本來就喜歡在那種癌壁住屑 所以他在都市裡面 他就一直在找這些大樓 而且夠高 而且你想住在大樓上 幾乎等於零天底 貓不會來 狗不會來 一大堆奇怪怪的松鼠什麼都到不了 就只有他 那鴿子 大家要知道他的飛行能力極為優異 說實在你要抓到一隻健康的鴿子 你可能連猛琴 你都不是很容易抓到他這樣子 所以他就特別喜歡來大樓築草 那因為我住得很高 那我自己在猜想 他應該到哪裡去應該都是被趕 所以他們就很厲害 他們有一天 他們就捉摟到我的 一個房間的一個外面的陽台上 然後一次兩次 他發現好像都沒有被趕 他就可以 你看後來我離他那麼近 我這個就只是這樣帶他這麼近 這樣拍他 他也不會走 就那麼近的離著他拍 因為鴿子本來你知道 其實鴿子跟犬貓一樣 他其實是一個 從野鴿這樣三千年的歷史以來 一直被驗化的動物之一 所以被驗化的都不是只有犬貓 像馬 大家知道的馬 那個才是更是驚人的一個驗化的歷史 鴿子也是 他其實跟人類互動了非常非常久 所以其實他本性不是這麼的怕人 所以為什麼他那個公園餵的鴿子 那個已經近到你根本 感覺好像伸手一把就抓到了這樣子 所以後來因為我都沒有去驅離他 他就真的越來越放肆這樣子 到我離他那麼近拍照他還沒在趴這樣子 對 但是呢 你知道這種物種與共生蠻有意思的 我自己在家裡就在做這個實驗 其實不是只有我在跟這些動物共生 又其他的人要跟他們共生 而且共生的可能不是很容易 那你看他們就一直天天朝外旺 在看他這樣子 一直在看一直在看 就覺得因為外面有他們很感興趣的東西這樣子 對 所以他們比起我是非常辛苦 然後這個鴿子真的蠻有意思的 我只要跳到下一個情境的 可是我必須說從剛才那一個 他最一開始來我家到這中間 有一個最精彩的東西 但因為那個精彩的東西 我沒有把它記錄下來 那之所以為什麼沒有記錄下來 其實也跟我等一下後面要談到的一個 心理狀態有關係 就是你人跟這些動物在共生的一個過程 我覺得我們要講話要老實 不是說我真的愛牠們愛到已經發瘋 或者是整個什麼樣都可以 當然是不可以的 牠們畢竟不是我的家貓或我的家犬 所以我自己心裡知道 我對牠們一樣可能是根深底固的習慣 或者是喜新 或者是長輩交代下的一些話等等 比如說像我小時候常常 我們家人就會告訴我鴿子很髒 然後會有很多傳染病之類的 所以我們最怕那一種一直要 就是我小時候很多那種養鴿子你知道 很可怕你知道那種就是鴿色裡面幾百隻 然後整個都是大便這樣 所以我其實對鴿子是本能嗎 就是我原本的一個觀感 我是非常恐懼跟厭惡的 那所以從剛才那的過程進化到這個 中間有一個最可怕的是 牠們從我那個貓咪的房間 移到我的房間的窗台來煮草 然後牠們為什麼能夠煮草 因為我也真的不會去處理牠 牠真的就是在那邊煮草 我就看到兩隻大鴿子每天進進出 在那個窗台的那個花圃底下進進出出 然後到最後我想說可能只是來桌而已 真的過沒多久我聽到 啾啾啾啾的就是雛鳥的聲音了 那個真的很驚人 然後你知道我那時候每天早上 每天我真的都是被這兩隻鴿子 跟牠的小鳥給吵醒 乳鴿 真的是被牠們吵醒 就是吵到我就心裡想說 天啊 你們真的是好幸運遇到我 這個如果是別人早就把你們給怎麼了 因為真的是把我吵 因為我睡眠是很脆弱的 所以很容易被驚醒 牠們就這樣每天早上把我吵醒 因為那個叫的聲音是 超乎你想像的大 你知道這種糾歌科的這種動物 牠都會一直嗚嗚 一直呼個不停這樣子 對 那個平洋師 你在野外聽到那種呼呼 覺得好像蠻溫馨的沒有什麼 你知道當牠在你的那個 就是你的床的正後方的窗戶 這麼的近 然後 而且你知道牠們在養小鳥的時候 而且加上那麼的安逸 然後過得這麼好的時候 那個呼呼的特別大聲 就一直呼 一直呼 一直呼 我就每天早上被牠們呼醒 但我就想說 這樣的情形要持續多久 牠終究也會結束了 因為小鴿子長大 終究也要飛出去 牠們就這樣安然無視的在那邊 遇到一個好東家 然後就這樣把鴿子給養大了 就也消失了 因為房子季過了 接下來呢 搬到客廳來了 這是客廳的冷氣窗台 真的是 剛好如果缺中間那個紀錄 那為什麼我說缺中間那個紀錄 坦白說我不敢開窗去拍 因為我隔著那個窗戶看 那個已經整個你知道 羽毛 大便 有的沒的 那個蛋殼 甚至我就還在想說 如果裡面真的有時候養一養 你知道是不是每一隻都養活 如果死了一隻在外面 天啊我哪敢打開 那個一定臭死了 所以我其實是不敢打開去拍那個東西 可是我就會這麼近在那邊偷看 然後後來他們就搬到我的客廳的一個冷氣台來 就像這個樣子 我跟你講非常的準時 每天的大概四點多就會回來 不用到天黑 四點多就會回來在那邊乖乖蹲著 然後一樣都同一個位置 每天然後早上一定就會出去 早上一定就會出去 我就每天都在看他們 其實我拍了非常非常多的照片 就因為搭配不同的天空的顏色等等等等 但是秀太多 你們一定覺得我是不是精神有問題 所以我就秀個兩張做代表就好了 不要再就是有看就知道 反正就很可愛就對了 但是一樣的 這裡這裡好像有一點可以看到 不過因為這個是他剛搬來住的沒多久 所以我跟你講現在這一塊太魯 這個磁磚上面 現在是瘋掉的狀態 因為它很高 所以如果你巴上去看 我上次好奇 我就是因為它已經也不怕我 所以我可以就是爬上去 跟它貼著那一片玻璃這樣看它 那上面已經瘋掉了 那上面已經瘋掉了 那什麼叫瘋掉 都是大便 都是大便 這個就是為什麼所有的大樓跟社區 這麼怕個子的原因 因為它製造了非常多的糞便 就只有開一隻而已 而且那個大便非常大顆 那有沒有造成我的焦慮跟負擔 其實是有的 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是不是該去處理 能夠再繼續這樣大下去嗎 因為真的蠻觸目驚心的 不是剛才那個 而且我又少不到 所以意味著它會一直累積一直累積 但是就是目前我還在逃避這件事 對 那講了那麼多我自己的一個故事 我其實就是要講這個共生的概念 就是說當動物與人的居住環境重疊的時候 會引起恐慌甚至排斥 那這樣的恐慌跟排斥 其實就只是對於野生動物生命 形態的不了解 或者你缺乏動物保護的觀點 像剛才那個把蛇剪斷 那就是缺乏動物保護的觀念 因為無論如何那樣子是違法的 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以共生觀取代通報移除 甚至虐待呢 這樣子好嗎 那最後一點其實是 也是我一直在反省的東西 就是說像我不知道台中市 像在台北市我們的市長 會說我們是動物友善城市 那也幾乎在這次的選舉 我也觀察到 不要說台北各個地方政府 每一個名代在選舉 幾乎就像我剛才一開始記者會有提到的 動物保護這樣的一個 的關鍵字就已經都被拉出來了 大家就懂得要把這個東西提出來了 甚至在市長級的一個候選人物 他就會說我們是個動物友善城市這樣子 那像我們的科市長他就是這樣說 台北市是個動物友善城市 那這個所謂的動物友善城市在友善誰 直播可以先關掉嗎 這動物友善城市是在友善誰 大家有想過這問題嗎 講得那麼好聽動物友善城市 我自己就是一天到晚在幫他們做事的 我很清楚友善的是狗狗跟貓貓 其實95%就是在友善這兩者 那其他的動物都不是動物嗎 甚至他這個好像也是他提出的 還是又有人有講 他甚至覺得這是個光榮的城市 提出光榮城市這樣的概念 這個就是早期如果大家知道一些 都市計畫學或都市學 就會知道早期田園城市 光榮城市這樣一系列的一個脈絡 一直提出來 但是我自己看到這些字 我都是心裡是捏一把的 因為我就會馬上想到一些 好像不是這麼個樣 比如說光榮城市 就是如果當一個城市裡面 像我剛才講的 有在把蛇切斷 或者是有在一直在通報夜鷹 或者是一直在搗那個燕子的草等等 對我來說就是不管在蓋幾棟101 或者是蓋多少什麼東西 那都不會是一個光榮的城市 因為這個城市的文化跟市民的素質 是有問題的 包括在最大的公園裡面 架那個歌王一樣的 這都不會是一個光榮城市 出現在錯誤的地方 還是人出現在錯誤的地方 或者不管是誰 大家是應該彼此包容 因為我們都可能憑水相否出現在 我們不該出現的地方 就像今天我來到這裡 也是第一次來一樣 那你就把它認定 動物出現在錯誤的地方 所以就要有一些手段去整治它 動物強大的第二段 動物強大的一個適應性 在人與動物的生活空間重點的當代都會 不見得是一個被當作一個很好的一件事 或一個值得心理的特質 而是這個強大的適應性 或者是融入我們都市的生活 跟我們人的生活成的重疊在一起的話 其實是導致一個心理跟實質上的一個焦慮 雙重的威脅 那個心理上的是疾病 空間跟沾亂的焦慮 在實質上是可能例如說 有些強勢過來的一種 入侵到我們的生態 造成生態秩序的崩潰這樣子 就像我們常常生態人 非常焦慮的那部分 那這個東西講得非常好 就包括我剛才講那個鴿子的案例 我的心裡有沒有這些東西 其實還是有 我不能說沒有 說沒有是假的 因為從小我一直被灌輸的 就是鴿子很髒 鴿子很髒 鴿子很髒 鴿子的大病有劇毒 鴿子的大病有劇毒 這樣子的東西 那包括很多人也被灌輸的是 蝙蝠有栗沙病毒 蝙蝠有栗沙病毒 就是有狂犬病之類的 都一直被灌輸這樣的東西 就像第一次我去抓那個蝙蝠的時候 我就 我自己坦白說我就做了很多 現在看來非常好笑的動作 我一開始不知道怎麼抓 我甚至還為了要用什麼東西去裝它 鴿子在那邊想很久 因為我總覺得去裝過它的東西 就要丟掉了 因為我不認識蝙蝠 可是我印象中是只有 新聞在播報蝙蝠非常髒 然後有一些致命的一些病毒 加上這次的疫情蝙蝠 也是在這一波疫情裡面 被污名化的一個物種之一 所以那個水桶我裝完它之後 坦白說我洗了非常久 我洗一洗後來覺得應該還是可以用 對 我可能還是骨子裡還是有一點 就是不是很在意這些事情 所以我還是繼續用的 那到第二次的時候 我就直接徒手去抓了 那當然會怎麼樣 不會怎麼樣 上次蝙蝠的專家老師已經教過我了 不會怎麼樣 這個就很像流浪狗的那種問題一樣 常常我們出去宣導 學生或者是聽眾喜歡問 你說老師老師 台灣到底有沒有狂犬病 到底有沒有 我不能說台灣沒有狂犬病病毒的存在 但是你絕對不用 因為你在路上被一隻狗追咬 真的咬到 或者是被一隻貓抓到怎麼樣 你就擔心自己要得了狂犬病了 不會 不會 如果會的話 今天就沒有動物保護 就沒有TNR了 對 就那麼簡單 第二部分 表面上動物是因為闖入到錯誤的地方 遭到移除 但他們真正跨越的是一個隱形的心理界線 這個界線的疆域來自於我們 對於文化跟自然分野的一個想像地理 以及何謂的生活遭到感染或威脅的定義 這部分是在講什麼 這是爆發剛才前面講的 就是在說什麼 那蘇爾很多動物的悲劇就是這樣子發生 那最後他說最重要的是並非需求一個真正的共識 因為共識根本毫不存在 而是一個必然混雜的城市跟自然的一個交相的結構 如何進行某種跨物種協商的折衝才是重要的 最後這一點真的很重要 跨物種協商折衝 我覺得這個講法已經不是在人跟動物之間了 比如說包括我們台灣社會會面臨到的省級的問題對不對 本省人跟外省人有沒有在做這個東西 還是一味的一邊在罵一邊什麼 一邊在罵一邊什麼這樣子而已 都沒有在做這個真正的一個協商 或者包括說我們剛通過的同性婚姻 那個會有這麼大一個波爛 也是因為可能某一方就覺得 居於我的宗教立場 這樣就是不行啦 對不對 這樣就是不行 也是沒有在做協商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悲劇 所以我們跟動物之間 其實真的應該要想辦法去做 這個跨物種的協商跟折衝 那我前面講到我自己在家裡養收容蝙蝠跟收容鴿子 這就是對我來說就是這樣的一個實踐 我就是在實踐怎麼跟他們對話 跟怎麼跟他們協商 我也不敢保證這樣的情形可以永遠下去 可是你總要去試看看去體驗看看 例如說我現在最擔心的蝙蝠應該不會出什麼問題 但是我就覺得我的客廳的那個窗台那隻蝙蝠 那個日積月的糞便實在讓我看得非常的焦慮 因為再怎麼樣你知道那個好像 還是跟你一個正常生活的想像 有一點不太一樣的 甚至是已經是很髒亂的這樣子 上面都是羽毛都是大便這樣 那如果知道我要鑽冷氣的話怎麼辦 是因為現在住在山上很涼 所以不用鑽冷氣 共生的倫理實踐並非以樂觀的指 人跟動物就要和平相處 所以當發生剛才我們提到這麼多 不管蟲鳴鳥叫竹草啊什麼什麼的 我不會是說我們跟動物就一定要和平共處 就這樣就好了 光這樣子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 而是你要去承認說我們城市本來就是作為一個 不同的人跟不同的動物汇聚的一個場域 不要說動物好了光是人就好對不對 今天為什麼大家喜歡在都市裡面 不喜歡在鄉下大部分的人 都市人住了那麼多 因為都市裡面集結了非常非常多疏異性跟差異性 就是這個東西在精彩嘛 你永遠都不知道你會遇到怎樣的人 跟你完全不同的背景 完全不同的一個脈絡出來的人 可是如果你今天在一個鄉下 或者是在山上 你可能遇到的都是你 你所熟悉跟你出自同背景的人 所以為什麼都市會常常讓人家覺得那麼精彩 因為它充滿差異性 充滿陌生 彼此都不認識 但是有無限的可能這樣子 那既然我們享受都市的一個現代性的 這樣的一個特質 那是不是說在這個都市裡面 我們發生的所有跟動物一樣的相關的一個故事 我們是不是要用一樣的態度去看待它 對不對 尤其在現在這個人類式的當下 既然還有一些野生小動物會甘願 還要繼續在都市裡面跟我們一起生存 其實是人類的福氣 那第二點提到說 因為回應的可能性不只一種 所以在考慮到人類的生存安全便利之外 並不表示著兼顧動物生存的選項就一定不存在 我不能說一定存在 但絕大部分的情境下就已經被人都預設為不存在 所以先撇除再說這樣子 所以就是最後一部分 最重要的前提是你人如果要跟他們共生 你往往都是需要犧牲一點你自己的一些什麼 以及想要改變快速解決問題 眼不見為盡的這個心態一定要修正 因為這東西沒有修正的話一切都無解 就好像我在那邊跟他們共生 其實我要犧牲的便利就是什麼 每天固定在那邊燒蝙蝠大便 對不對 我就變成不能靠開窗 因為一開窗那個整個鴿子叫 還有那個小鴿子就會讓我覺得很恐懼 我就不能開那一張窗 等等這就是我犧牲的便利 但是犧牲這個便利對我來說 就我自己的評估並沒有造成我整個生活的崩壞 反而我反而因為跟他們這樣子一起住在一起 而得到一些我原本意想不到的樂趣跟喜悅 因為那絕對不是家裡面的動物可以帶來的 對 絕對是差很多的 所以說一個講完這樣的燕屋動物的一個概念 我想要講一個動保新視野 就是回歸到動品會在做的事情 那所以在今年因為我剛才講的 這樣的一個問題是主管機關跟我透露的 後來說動品會我自己就去 我就籌辦這個系列講說 講物種與共生的部分 那包括這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我自己很私心想要了解的 就供氣私用就是請了一個蝙蝠的專家來幫大家上課 來幫我上課這樣子 因為在台灣懂蝙蝠的人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會要研究蝙蝠的人 那像我們找這個陳香凡老師 真的是蝙蝠的專家 他從大學的 他在念舊所的時候就在研究蝙蝠 大家這樣的人真的很少 那包括這個很有趣的是 我深深想要去做一些 奇怪的一些物種的 不是奇怪的 想要去做一些比較特別的探討 比如說像 我有一場我是去邀請焦大的蔡安寧教授 來講 就是所謂的福壽羅 那像這個福壽羅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物種的議題 因為如果你就我們單純生物課本學到的 福壽羅就是怎麼樣 毀壞生態系 大量房子吃水稻 然後整個森林塗炭這樣子 當初金蝠怎麼來的 我們現場有好多我們這一輩的長輩 應該都知道 那時候都還沒有農委會 叫農副會對不對 包括不要說農副會 連人民自己本身都樂於引進 因為那時候引進一顆金蝠 你知道那個一顆一顆賣一個母螺 可以賣多少錢你知道嗎 也就是說大蝦爭香瘋狂的養 一直養 那你也知道一直這樣子 好沒有遠見的這樣一直大量的飼養 到最後 欸 加上發現它的肉質 並不符合我們的口味的時候 就是把它給溢出到野外去 然後導致今天這樣的一個局面 但是即便如此 像蔡安寧教授就是在那天的講座 就是在講他在東部 他自己做一個小農 他的農作跟金保羅怎麼取的一個平衡 他並不覺得金保羅是在毀壞他的農作 對 那包括這個也很有趣喔 這個有趣是在於 這也是我們怡房大哥拍的美圖 那時候在選 因為每一個我們做宣傳小圖的時候 就有很多照片可以讓我選 欸 我就不懷好意的 我不知道是他選還是我選的 但是總而言之 我們就不懷好意的PO了這張上去 欸 好像沒有多少人發現 這張照片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人知道這張照片有什麼問題 都市中的自然天賴 講者 吳京帶總監 他出了什麼問題 要去講都市中的自然天賴 我的一個概念是說 我覺得我從這進入是希望有一些人 因為記錄到一些田野自然的聲音 讓很多人去知道 這是一條可以關心野生動物 親近野生動物的路線 所以邀請他講這個講座 就物質的這張圖 這隻鳥這麼的漂亮 事實上它也真的非常會叫 非常的好聽 但是它是一直外來種 好像也沒有很多人知道 它是一隻外來種叫百藥雀鳥 那它第一次出現 是在台北市的植物園裡面 被第一次發現它的蹤跡 那我自己個人高度的評估 應該就是從和平溪路的鳥接溢出的 因為和平溪路的鳥接離植物園是非常近的 它就第一次出現 那我覺得有趣的是 今天它已經溢出了 你也沒辦法跟 就是真的也沒辦法再把它清除掉 移除掉 你一直在講移除移除 其實是很無聊的 你有沒有其他跟它共生的方法 像它長得那麼漂亮 像它的叫聲這麼的好聽 對 那剛好就那次就物質的這一張圖 不過也好像就是有一種 蠻有趣的一個效果 那包括這個主題是真的是讓我身陷 差點生敗名列的一個主題 那個就是我們去講 埃及聖皇的生死 誰能決定 那我今天我就不再去講一些 在外來種上我們動品會的一些見解 因為可能現在是直播講完 我可能今天晚上又要被整個網路攻擊致死這樣子 我直接講一點就好 對 其實我也沒有怕 我這點就好 那個 對 是真的 動品會要做動權 是不會畏懼任何惡勢力的 我如果今天怕任何有的沒有的 我沒辦法從高中做動保做到現在 包括我後面的老闆林玉山也一樣 他做動保二十幾年了 謝謝各位 這個問題其實好 就不講外來種 我就只講一點 這也是我們在做填調的時候 記錄到的一個影像 也是一帆大哥記錄到的 這支聖選它是在一個展演場所拍到的 而且是現在是 那這個東西我看得很驚心是說 你知道現在每個地方政府 包括盟委會都有補助一些經費 在移除聖選 所謂的人道移除 好 假設今天這些移除真的是有效 然後把聖選都移出光榮 大家知道當初埃及聖選 他移出是怎麼移出的 在六福村對不對 然後因為一場 不知道是風災 就是一個人為舒適之後 他的龍舍有一些 就是龍舍開了這樣子 那裡面的六隻成鳥就這樣移出了 到野外現在這麼多隻 那一樣的 就是當我們現在 我們的專家跟學者們 如火如荼而在 在移除盛選的當下 我們竟然還有一些展演場所 關著這樣的生物 就是說就像我們真的把艾基聖選 都抓乾淨了 哪一天 這個龍舍裡面的這一隻也一樣 又一個人為舒適又移出了呢 是不是大家都潛功經濟 所以它其實是有一個另外一個面向的問題 源頭管控的問題 而且這個源頭管控還不是在源頭的輸出 而是在 我們現在有一些其他形式的場所 裡面還囚禁著艾基聖選 而且是展演場所 展演場所這絕對不會是 做生態的 或者是做野生動物保育的 會去觸及到的場域 是動保人在觸及的場域 所以我某種程度 當那時候在講這個東西的時候 洞秉慧被罵得要死 我常常覺得說 某種面向洞秉慧 像Sarah 像怡凡大哥 他們這樣高密度高強度的在執行 各個展演場所的田調 難道就對生態 對野生動物的保育 沒有任何的幫助嗎 是有的 包括從我們記者會的時候 荒鍋樹委員提到的 紅毛猩猩的那個問題 那個都是相關的 那我的時間好像要結束了 那其實我還有準備 很多東西要講 那最後這個物種與共生 就是說我們 剛好這文宣品已經出來了 如果後面有拿到的人 就是如果沒有拿到的來賓朋友們 如果你喜歡這個小袋子的 可以再去跟我們索取在後面這樣 像這個後面這個土燕子 你知道在台北也有一些可愛的地方 像在北投地區就有一個燕子步道 那它其實主要就是在 如果各位朋友對北投很熟 像中正路 光明路 青江街 然後下面中央南路就是那個大圓環那邊 然後石牌路 振華街 西安街 其實那些北投比較早期繁華的老街 其實那裡都是有燕子步道 都有很多這個屋簷底下都有這樣的東西 非常的可愛 那這樣的一個都市裡面 還是有這樣一個溫暖的意向 是我們應該要去把它給抓住 然後把它保存下來的 那我也希望這樣的一個很簡單 又很正面的跟動物共生的一個態度 可以藉由這樣的一個物種與共生的系列 宣導給大家 宣導給台北的市民朋友 或者是其他我們的國人們這樣子 那因為我時間結束了 我本來還是想要講一些犬貓的部分 好像沒有時間了 那沒關係 今天就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今天10月4號來參加我們洞品會的 動物新生Vegan發生 謝謝大家 滿熱烈的掌聲謝謝我們的陳毅講師 作為我們今天最後一位分享者 用一個非常有趣而且很生活化的例子這樣 那就像剛剛陳毅講師有提到的 就是其實今天洞品會帶來了很多的文宣品 所以大家在離開之前都可以去後面索取 那另外呢就是 如果大家想要用行動來支持洞品會的話 那後面他們也有信用卡 定期每個月的捐款的表格 大家可以回去做一個填寫 那另外就是我剛才看到 那個21天維根體驗營在跟我招手了 對也在跟大家招手 就是如果你們覺得今天這樣子活動真的很棒 可以大家聚在一起 然後可以補補腦洞啊 然後聽聽很多新鮮的事情 其實真的非常推薦大家 參加接下來10月份的 總共有4場的活動 然後可以到後面去做報名的動作 那我們最後大概10分鐘的時間 想要邀請現場的兩位來賓 來幫我們今天的論壇記者會來做一個短短的結語 那首先第一位我們要邀請到的是 我們的台中市舒實台灣促進會的理事長 楚文明 楚理事長 雖然我們是協辦單位 但是我覺得我對 我首先先對那個洞瓶會 還有那個洞瓦有差協會 我其實我這一次的活動我經歷過 我對他們非常非常的感謝 因為確實他們這麼多年默默的做 然後呢 而且又是有這麼有理想有理想性 而且他們照顧動物的理念 其實跟我們舒實推廣 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算是議題兩面 所以說我想說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我們是絕對百分之百的支持 然後當然我們這個協會 8月16號才剛成立小豆苗 大概不是太多人理解 剛才就是早上下午那個林董事長 他有介紹 大概在10年前我們 我也是第一次去參與這相關的一種 就是舒實的這種演講 或是半相關 我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那我自己的感覺 我非常關心動物 非常非常關心 甚至在演講的時候 有時候也會提到這些東西 但是一些殘忍的畫面 我也都是很難釋懷 我也同樣我也非常關心一些 譬如說世界難民 還有一些不共不一的事情 這我都關心 當然也那時候也關心到氣候軟化 等等這類的議題 其實我自己的一個心得 這些種種的議題 甚至現在我們今年剛發生的疫情 這些病毒這些東西 我總覺得一個最直接的一個關鍵就是 如果說我心裡想 如果說全世界的人 大部分的人如果說都能夠體會到 蔬食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說大部分人都能夠知道要去吃素 其實這些種種的問題 都幾乎都可以完全避免 所以說我為什麼要這個社團要取名 蔬食台灣 而且不是協會 叫促進會 就像動物品權促進會一樣 促進才有力量 協會好像是在跟你商量 所以說他當時就說 我不敢 我的心不敢放太大 說什麼世界 No 先從台灣做起 先從我們自己 台灣 全世界 蔬食人口密度 第二名吧 我記得是第二名的國家 蔬食餐飲 第一名的國家 別小看我們自己 我們台灣不大 但是我們台灣擁有這麼漂亮的成績 你幾乎到大街小巷 我去過二十幾個國家 我講真的 我最懷念的就是回到台灣吃素 大街小巷都有蔬食 隨便都是蔬子 非常非常方便 我也知道就是蘇伊 蘇伊他真的 我十年前就知道 雖然我沒有去加入日會 但是我十年前 他提供相當相當多的這種資訊 所以說我覺得不要小看我們自己 我們可以做得到 所以說為什麼我要蔬食台灣 因為我幻想 絕對在有機會的未來 我們可以看到全台灣人 大部分人都吃素 而且如果說假設我們台灣能夠去 把這個當成國策 國家政策 推廣的話 不是問題 絕對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雖然這個心很大 有點大 但是我覺得是有機會 所以說我的心情是這樣子的一個心情 但是我吃到不容易 大家可以看一下 十年前其實 很多的團體都在經營 提供的蔬食 而且確實是由林董事長講 那時候是最巔峰2009年 因為那時候有一個 那個就是COP15會議吧 是不是 那時候最巔峰 而且很多環保團體都非常非常倉意 那時候真的是風起雲湧 而且確實影響了全世界 台灣那時候也很影響很大 可是大家沒有覺得到這10年 我自己覺得 我沒有有點回頭了 雖然推速時的團體非常非常多 所以說我們這個社團我有一個 另外還有一個理想就是 我發覺就是推速時的團體非常多 而且各個層面 但是好像大家沒有集合起來 那個力量沒有集中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好可惜 那當然還有一些本位主義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是不是 這個是我自己在腦袋想的 是不是可以把它整合 透過什麼樣一個力量 我想這個大家都可以努力 最後一個我就想 其實大家覺得 勸一個人吃素容不容易 對 有人搖頭說不容易 對 可是在座有很多吃素 其實有時候我想一個問題 你可不可以回想一下 你當時吃素你是基於什麼條件 你是基於什麼情境下 你決定要吃素的 其實大家可以去回想一下這個問題 當然每一個人心中 都有自己的一個故事 有自己的一個情境 可是話再講回來 老實說的就好 你仔細再想想看 其實很容易的 為什麼你只要改變一個概念就好 就是一個概念改變 不難不難 不難 只是 我們有沒有機會去製造這個概念 給人家 這樣子而已 其實推展活動 我們要想辦法找出那個關鍵點 製造出這個概念 讓人家有機會去接觸 讓他改變舒適的 這樣子一個概念的情景 這樣就好 所以我也順便再推一個廣告 因為我們團體 10月份大概就辦一個 21日舒適體驗營 這個活動不是我們團體發明的 事實上PCRM 還有那個舒適友 友善動物協會 他們也有類似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們只是在呼應這個活動 第一次這個活動我們就辦得很精彩 中午的時候已經有介紹過了 相當相當精彩 因為我們請了很多的很好的講師 網紅 我們準備了很多的一些 一系列的一些相關的東西 所以說除了在座各位 如果說你有興趣的話 我相信在座各位 可能大部分都吃素 也許對象不是你 是你旁邊的親友 你可以幫忙介紹一下 幫忙推銷一下 因為這個活動真的很難得 好 我大概話就講到這了 因為主要是怡君 怡君也應該還有更精彩的要分享 好不好 我們先交給怡君 那接下來的時間呢 就是我們就邀請我們的南投縣議員 陳怡君議員 感謝他陪了我們一整天的時間 然後待到了最後 然後用我們的掌聲歡迎陳怡元 好 在場我們有我們的素毅的林董 然後我們的鄭老師 那還有我們舒適台灣促進會的儲理市長 那還有我們洞瓶會 洞瓶會的一山還有團隊 那還有我們的台灣友善協會 加配 那我相信今天這個活動很重要的一個意義 就是說剛剛我們的處理市長有提到的 既然有這麼多人從不同的面向 都在談保護動物 愛護動物這樣的一個主題 那是不是這些團體我們可以把它 不一定要整合 因為整合就是很怕有人會覺得說 是我整你還是你整我這樣子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談一個概念 合作 聯盟 合作 我們怎麼樣把大家的力量集結起來 比如說如果有一些在維護動物權益的這些朋友 他們還沒有吃素 我們怎麼樣讓他們成為我們台灣舒適聯盟促進會的一員 好 或者是成為生活上面實際愛護動物的人 那當他們在想要成為Vegan的過程當中 如果他遇到一個資訊不足的狀況怎麼辦 我們這時候就要請我們的林董 多給我們推薦一些好的蔬食的平台 多給我們介紹一些好吃的植物性蛋白質的東西 這個很重要 因為他的植物 他的蛋白質的來源 是大家最在意的 他怎麼樣從動物性蛋白質 switch到他的植物性蛋白質 好 讓他有一種安心的感受 然後如果他在整個這個過程裡面 他覺得他很缺乏人際的互動啊 他不知道怎麼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啊 然後他需要找到這些吃素的朋友 或者是支持吃素的朋友 那他就可以去參加我們純速21的活動 或者我們純速30的活動 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已經有這些想法的人 我覺得需要讓大家彼此認識 好 彼此認識 我們才有辦法真的帶動一種蔬食的風潮出來 人最喜歡的就是跟風嘛 好 那跟風一定要有人做領頭羊 比如說當年我們的林董 在這個蔬食平台上面他做了領頭羊 比如說我們的易山在20年前 就為動物的權益做了領頭羊 比如說我們的家沛 他從一個要事的角度告訴我們 其實吃蔬食是很健康的 就是大家從不同的角度 像我 我可以從倡議的部分 在議會裡面 我跟這些校長講說 十年前你們都還在做週一蔬食日 什麼時候你們默默的都把週一蔬食日 自動取消呢 所以我要求他們要再回復回來 如果連一天 一週一日蔬食的機會 全部都讓校長給取消了 那孩子們如何知道 蔬食與暖化的連結 如何知道 蔬食與生命教育的連結 如何知道 蔬食對地球未來環境的影響 我覺得連這個機會都會沒有 所以我想我們大家在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角色 大家一起努力 這樣子才有辦法讓Vegan成為這個世界的風潮 好 謝謝 再一次謝謝大家舉辦這樣的活動 好 感謝 那在我們活動結束之前 我們的誠意還有一個小小的資訊 要跟大家做分享 謝謝余華 不好意思 剛才一位時間乾 忘了講這部 就是說 有一位我們動保的前輩跟我們的好朋友 今天趁這個場合 因為也蠻多我們Vegan的朋友 我想還有動保 關心動保的朋友 我一定要介紹給大家認識一下 然後也邀請大家一起緬懷他 那他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資深的一個動保的老前輩 那我跟他認識的算蠻幸運的很早 我在大二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他常年旅居美國 那有一次在光華生命協會 他有一篇易稿回來光華生命協會 然後想要找人幫他翻譯 那那時候因為 易三就那時候在光華工作 那時候就請我幫曼琪翻譯了他那篇 用基因改造 去改造鮭魚的一個批判的一個文章這樣子 那後來呢 動品會也有緣 幫他出了這一本 法曼琪的這個生命的權益的紀念的文集 那我也參與了翻譯跟校定的工作這樣 那這位動保的大前輩 他從他到美國去 其實從那時候他就跟上了 Hippie的那個年代 那他在大學裡面他的老師 就是孟祥森就是翻譯 動物解放的孟老師這樣子 那也因為 因為我跟他都是台大哲學系的 這個緣分所以我也曾經跟我的一些同學 去聖塔菲去拜訪他 那非常感善的是 房曼琪老師在上個月 上個月的時候 他過世了與世長遲了這樣子 然後非常的突然 那消息傳回來我們也都很不能接受 那因為一直以來他對台灣的動保團體也好 愛惜媽媽也好 他十分慷慨解囊 雖然說人在美國 在聖塔菲西墨西哥這麼遙遠的地方 但是都是很固定的一直在回捐他的所有回饋 回饋給台灣動保的朋友們 所以我覺得他上個月的這個理事對我來說 對我跟我的夥伴來說 是一個蠻大的一個沉痛跟打擊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一位朋友 我很想要介紹給在場的各位認識 那他的紀念文集在東平衛的網路上 都可以購買得到這樣子 那要講慢起 我本來有點講不太下去了 有點梗塞這樣子 好 那今天就謝謝各位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共同的參與 那最後面的結束呢 我們有30秒 因為這個書是東平衛 那麼很用心來幫作者生命的權益 想傳達給世界上的每一個人 那東平衛非常感謝我們舒子台灣出境會 在各個事物人力上面眾多的協助 我們在台北在台灣各地努力 在田調方面努力 可是今天的場合大家都看見了 我們推述團體每一個人提供最好的餐 最好的心意 讓大家行動生活可以都結合在一起 那最後我們僅代表東平衛呢 把這幾本我們老前輩的生命的權益 來自送給我們台中市舒子台灣出境會 來象徵我們往後都可以在生命教育 動保教育裡面做最好的努力 今天也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 我們感謝處理市長的協助 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貴賓的參與 你們的心意我們都收到了 滿滿的感動 那我們希望大家的努力 可以長長久久的在動保的路上 在純素的路上 大家一起為這個世界舉起火把 照顧身邊的每一個生命 祝福大家 謝謝大家